开训 全军部队闻令而动 迅速掀起实战化军事训练热潮 新年终生还在回荡 出征战鼓已经泪响 2022年新年一始 习主席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明确要求全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练就能战善战的精兵敬旅 统帅一生令 三军风雷动 习主席在新年度发布的开训动员令 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做作军营 从冰封雪果的北江大地 到烈日奄奄的南海之滨 从山丸叠仗的雪域高原 到波飞浪卷的岛礁前哨 全军将士闻令而动 尊令而行 战车奔流 战炮幕后 战舰破浪 战鹰出击 放眼眼训场 处处涌动着实战化军事训练的热潮 这里 我们携取一组带着硝烟战位 洋溢着热血激情的练兵影像 记录和展现人民军队听党指挥 使至强军 永不懈怠 礼礼奋进的精神风貌 空军某基地战机对地面目标实施攻击 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官兵开展刺杀训练 战略支援部队某旅在冰天雪地练兵 火箭军某部组织多套发射单元 展开时装操作训练 武警贺州支队特战队员进行训练 沈阳连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 开展综合保障演练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舰艇赴某海域 开展实战化训练 新疆军区某师官兵驾乘战车 在陌生复杂地狱穿行 鸾城社